大家好,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上海海事局发布了航行警告 长江口大型船舶 深水航道进行交通管制 绝三号 大概率就是福建号 福建号 我觉得正式的出航了 应该是舰载机 咱们这次能见到舰载机了 提到福建号 有人一定是关心中国隐身舰载机 其实咱们的攻击11已经曝光了 包括陆基版的歼35 这两款战机都已经服役了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因为现在曝光的信息非常少 我先能确定就是攻击11服役了 入列了 然后殲35的应该叫FC31陆基版 应该是也已经入列了 福建号咱们都看到很多照片了 最关键的隐身的舰载机 现在攻击11入列 这个是有网友已经拍到了 网友已经拍到攻击11 攻击11它的相关的视频 我也看了俩渔民 俩渔民是在钓鱼拍到了 然后发动机声音非常美妙 这就证明什么呢 证明攻击11已经入列了 它应该没有空缩管了 从外形包括所有的特征看 就是中国的攻击11 没有问题了 从相关视频 在世界范围内其实就美国X37B下马之后 也就剩中国的攻击11 有人说S70俄罗斯的 包括什么英国的 法国的 但是现在看的真正服役的就是中国 俄罗斯那个飞机 因为它的外形有问题 中国现在攻击11成为 现在中国应该是世界唯一 应该是隐身 现在隐身进行作战 中国是唯一 虽然美国和俄罗斯法国都有隐身战机 但是中国的攻击11 为什么咱们说是世界第一呢 它的综合性能是现在最强的 因为我们现在攻击11是隐身战机 我们现在最强的就是我们的隐身战机 就是我们的战场生存能力 世界第一个隐身战机 为什么说世界第一 因为它采用了飞翼式布局 这种就是叫全项隐身 全项隐身这个性能 特别是这个机体表面喷有这个隐身涂层 而且近期到发动机尾封口也进行特殊处理 就说减少了它这个雷达反射界面 俄罗斯和这个 俄罗斯的这个S70等等 它的能力咱们现在还不知道 但是从它表面的坑坑挖挖就知道 它的雷达反射界面肯定是要大于中国的 其实你的其他外形和它差不多都是飞翼式 但是关键就是你表面粗糙程度 我们的光滑它就粗糙 那肯定我们的隐身能力更强 又光节细节 外形都差不多那就是细节 细节就决定你隐身能力 你看我们这个做工 对吧 已经到了极致了 我们隐身战机 包括未来的红二丁都可以看出 这都是工业能力的 俄罗斯那个你看那个细节 看那个细节 它上面那个锚钉是吧 能看清非常清楚 现在网上流传的就是两个钓鱼的爱好者拍到了 我们的攻击时宜 那就实战化部署了 让你能看到网上能传 那就是实战化部署 攻击时宜入役 标志插带一体无人机 已经进入到隐身喷气时代了 以前什么彩虹都已经过时了 MQ-9MQ-4 中国翼龙彩虹这都已经过时了 因为你在战场生存能力非常低 后来中国发展出来这一批无人机 现在看以中国为领先的这种攻击时宜 隐身的差距非常大 尤其是攻击时宜 它有超强隐身性能 就是可以快速的飞进敌人 咱们说重点高风险区踹门 高风险区踹门 就是它有穿透性打击能力 以前是彩虹什么系列的 应该是飞行速度慢 再一个它如果抵近的话就被发现了 发现就被攻击掉 它的战场生存能力非常差 你指望它去踹门是没希望的 那攻击时宜就具备这能力 因为它的穿透性非常强 攻击时宜的飞行视频正式公布 我觉得也就代表着我们现在执行穿透打击任务 就是它了 高价值目标 攻击时宜 较大航程 包括高速飞行 最大飞行速度0.8马克 最大航程是4000公里 基本上4000公里意味着它超过所有现役战斗机了 4000公里 而且它内置弹舱 它携带弹药对地打击战药侦察都可以干 4000公里 它隐身又强大 这个东西可以扮演战斗轰炸机了 完全可以扮演战斗轰炸机和战斗 我讲过你的高超音导弹再强 你不如有一款内置弹舱的隐身轰炸机 咱们讲一个高超音导弹 你带一吨弹头到头 一吨弹 然后你打10万吨 就10 咱们说10吨吧 10枚就是打10吨 10吨弹药扔下去 你效果能感觉到 但是我要有隐身战斗轰炸机 我可以无限的扔 这种弹 你说哪个成本更低 是不是这种成本更低 代表着什么 代表着我们进入了无限攻击时代 我们弹药量是广高的 攻击11能够进行攻击 隐身攻击 它有高强的数据链做配合 我们可以在 咱们应该算海外了吧 关岛区4000公里 你可以算一下 关岛区东 我们有超强的数据站 可以做支撑 这样你才能做这种战术 在高危险 高对抗环境下 攻击11 就是由他干 精确打击 精确侦察 监视 这都有可以 而且发现就可以攻击 央视公布的攻击11 它还能做其他的飞机的协同 比如加20 做编队 而且增强中国空军制空 我们现在对地打击能力 现在因为轰-20没出来 那就攻击11可以做 这就决定中国空军海军 未来主力 可能就是攻击11配合 世界上同类的无人机里边 我们现在绝对是中间力量 目前看世界上领先不是吹牛 我们现在是绝对中间 因为据我了解 美国人现在的XCB 应该是下马了 它没有这种跟中国同类竞争的机型了 说到最关键的还是殲-35 我们这次FC-31陆基板应该也亮相 这个最新的视频也已经出现了 我看了一下 从殲-35或者叫FC-31 它的腹部来看非常平滑 应该是它能够做到隐身 隐身能力非常强 美军现在做的就是用 F-35的大机群上千架 来围攻中国殲-20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怎么样 破它这个数量优势 那就是由我们的陆基板的殲-31 它应该是超过现在F-35和F-22 隐身性能制空能力 我们是专门制空的 它是要比海基板应该是更长 我看了外形更长细长 中国空军版的FC-31 或者叫F-35 殲-35 它应该是最早 应该是与美军可以作战的 而等到空机板的正式入役之后 才会有海基板 海基板应该是现在正在和辽宁舰测试 和福建号正在测试 外媒也已经说了 这应该是最强的 这应该是最强的 超过F-35和F-22 甚至有可能 J-20 J-20有些设备已经是装在它的身上了 所以说美军未来面对的就是 中国的陆基板的FC-31 据说巴基斯坦已经决定了